東主�s 林軍 我們在座的蘇嫻縣長 還有各位 還有我們的檢處長還有各位衛兵 縣長 我們即將稱為大武三子民的各位同學 大家 首啊大家好 好 各位 大武三是一個精神的象徵 這裡有非常多的隊伍 或者是工作人員 他們從第1屆參加了之後到現在第13屆他們每年都來 我有信從第7屆開始參加我也是每年都上山 但是今年因為學校裡面有非常多的事情沒有辦法跟各位一起上去 不過我會在平哥大的校園祝福各位在登山的過程裡面 都能夠學習到非常多的知識跟智慧 因為剛剛之前講在山上我們不能驕傲不能自以為是 高山在那個地方已經幾萬年了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了不起七八十歲 所以不要用登頂的心情說要去征服一座大山 我們要抱著謙卑學習的心情去學習我們在高山上的自然歷史跟文化 特別是原住民在高山上他們已經生存了好幾千年 我相信他們跟自然相處的這個知道絕對是要我們去學習的 各位看到去年八八莫拉克之後有很多的山林大自然都被破壞了 他們幾千年來在山上能夠到現在有他們的智慧是我們要學習的 不要自以為我們平靜的人很聰明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次的大五三十年禮裡面 各位學到的是如何去尊敬這座高山去尊敬大自然 甚至要學習到如何跟你的隊友好好去相處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民歌大有三位國際學生也參加大五三十年禮 這是在我的印象裡面第一次有遠從非洲跟越南來的朋友 要跟各位一起上去學習 那我也希望各位我們臺灣的本地的我們的同學 好好地跟他們相處 也跟他們互相學習交流 那我希望各位在登上這個旅途之後 回來每個人都是變成我們大五三的俱樂部 大五三十年禮俱樂部的每一個會員 每一年希望都來這邊跟大家跟老朋友見面 祝大家在這次的大五三十年禮俱樂部 都收穫非常的豐碩 也感謝很多的老朋友在這地方 謝謝各位 謝謝